暗黑片金主物色小摩没搞头就掏一跌钞票打发。 演艺圈外表光鲜两立,却隐藏不少黑暗面,加上前阵子知名导演纽承则卷入姓金一云,圈内潜规则直说再度蒙赏阴影。 网剧《俺世代》就揭露直播界有钱好办事的抽态,连带反讽圈内混乱的尚未原则。 剧中的视镜桥段,夏晴,林真义是等小摩被大老板的马前组欧文召见,名义上要求他们等待面谈,实则借故拖延时间,为老板物色前规则的对象。 时间依旧,露出不耐的小摩做事打退堂鼓,看在欧文里早已宣判出局,亲身和小房间里的老板交头奸而几句,每两下便拿回一跌钞票打发小摩。 交际受万高明的夏晴,对小摩剪前掩开的行为冷眼堂关,只说了句,毕竟每个人要的都不一样,人前人后都不得罪,就为了站稳脚步,拿下女主角欧文看出她的潜力,连忙替自己破后路,以后大红大紫,记得关照小弟我啊,只要能在圈内打好关系。 场面话嫌少不嫌多。